哈喽,芒果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卡芒电影,我是小卡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法国电影《局外人》 男主是个初入银行工作的新人 在入职的第一天,一场银行名人发表的入职演讲让他热血沸腾 他对银行的工作充满了期待 同时还认识了在风险控制部门工作的同事小帅 男主对待工作非常认真 一腔热血也全部投入了工作 工作是他快乐 不仅如此,男主在工作中还很有自己的想法 因此他很快被金牌交易员小胖看中 荣升为一名菜鸟交易员 更成为交易员的男主非常不适应这里的工作 因为这里的工作节奏非常快 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争分夺秒的 甚至连个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同事们跳脱的玩笑也让男主总觉得跟不上节奏 第一天上班就把男主忙了个焦头烂额 但熟能生巧 慢慢的男主就得心应手的处理工作了 还经常提醒上司小胖一些工作中的细节问题 也慢慢开始适应同事们的玩笑 这时候男主的薪水还不高 但他仍然很满足 因为他的妈妈是个理发师 爸爸是个烧锅炉的 所以在工作中能取得一点的进步 能挣到钱 对他来说都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工作也不全是顺利 男主偶尔也有失误的时候 这天男主就因为一个小失误导致了十万的失误 但小胖却交给他一个小窍门 用一种不合规的投资 进行豪赌 输赢全凭运气 赢了就能把亏损的钱赚回来 第一次成是豪赌的男主 运气不错 很快就弥补了自己之前造成的亏损 内心充满兴奋和激动的男主 开始向小胖讨教更多旁门做到 于是小胖交给了他第二个重要的知识点 不要把你的工作成绩一股脑的拿出来 比如你这一年的目标是赚五百万 但你赚了八百万 那么当你把八百万全数上缴的时候 下一年度你的目标自然就变成了八百万 所以你要把多出来的那三百万 藏在地毯下面 这样第二年度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可以立刻领先三百万了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领略到第一次豪赌的爽快感觉以后 男主又恰巧发现 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些市场波动 和几年前的几乎一样 于是他决定来一次豪赌 就赌大家都在大涨的环境下赚钱的时候 股价期货交易很快就会迎来一场大跳水 当然这种赌博是伴随着很大的风险的 当周围的同事都因为在赚钱而开心的时候 男主则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然而正当他要放弃面临亏损的时候 伦敦一辆巴士发生爆炸 这件事导致股价期货交易突然全部下跌 同事们此时都开始忙着卖出手里的订单止损 男主却因此而大赚一笔 这次的豪赌是他的大获全胜赚到了50万 而这成了他之后豪赌路上的一个垫脚石 这种成功赚到大笔钱的滋味让他开始有了更多的欲望 想赚更多的钱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但上次小胖发现了他这次违规操作 男主手中明明只有200万的操作限额 却在下注时投入了1500万 这要是亏了小胖也要跟着一起被炒鱿鱼啊 不过小胖并没有因此而责罚男主 因为男主用赚到的钱帮小胖弥补了亏损 所以小胖还提高了男主的交易限额 这无疑极大鼓舞了男主的内心 简直就是在给他壮胆啊 除了工作顺风顺水之外 男主还通过小帅得一盒心仪的宗发女孩谈恋爱 可谓使爱情事业双丰收 没过多久啊 男主的上司小胖调任到华尔街去了 男主呢也因为敏锐的嗅觉出色的工作能力 为银行带来了很多利润 因此备受关注 而他的赚钱方式就是用虚拟交易的方式 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豪赌 并且他的新上司和协助人员也一直纵容着他 甚至帮他解决来自风险控制部门的调查和麻烦 尽管如此 男主在豪赌中还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因为一旦败了就将造成难以返回的损失 他一直紧绷着神经 身体也熬到吐血 甚至因为压力过大和来劝他收手的风控部门的小帅闹翻 还跟女友大吵一架被女友分手警告了 在这期间 他的同事卢露因为违规操作被辞退后跳楼自杀了 这让男主更加崩溃 生怕自己就是卢露之后的下一个 但男主啊好运爆棚 在同事们都亏损的时候 他抓住机会赚了将近五个亿 男主心急若狂 人也放松下来一些 赶紧买了花去求女友原账 还跟女友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但赌博这种事情可是会上瘾的呀 看着女友跟自己和好 哪能不作死一下呢 男主又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 赚他十个亿 哎你还别说 没过多久啊 他就如愿以偿了 而且还多赚了五个亿 但本着要把一部分果实 藏在地毯下的原则 他用了一些小手段 把十次余多的钱都做成了假账 只拿出了五千五百万 当作自己这一年的成果 进行了上报 但十四亿的金额实在是有点大 又碰到了全球次贷危机 他的举动很快引起了银行领导的注意 但此时他还想继续豪赌一把 甚至把之前赚来的地毯下的钱 全都赔了进去 由于啊 他一贯以来都是以这种方式 为银行获取利润 因此大家都把他当作操盘魔术手 就连他的直属上司 也在默认他的这些行为 所以这次他在交易中放入了五百个亿 是银行权益资本的两倍十 也是轻而易举的没有收到任何阻拦 他先把亏进去的那十几个亿给赢回来 但这次他没有以往那么好运 默许他曾经这些违规操作的领导 在他接受调查的时候 都选择集体失忆 大家装作对他的违规操作毫不知情 纷纷想把自己从这件事里撇干净 但这次好赌导致银行直接损失了49亿多欧元 哪有人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就轻易被放过 男主因此被起诉入狱 还面临着49亿欧元的赔偿 一看同事和领导也相继被罚 不过最终男主坐了150天的牢就出狱了 赔偿款也被免除了 男主还对银行提起了多项上诉 然后这件事就没什么结果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仔细想一下 这可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真实事件 并且当初这件事几乎导致法国新业银行倒闭 在这背后又有多少人因此而失业 连锁反应简直不敢细想 所以人的欲望哪有什么穷尽 尤其是赌博这种事情 大多是抱着侥幸心理 如果赢了那就是人生赢家 输了就只剩一败涂地 太多人想做那个万中无一的幸运儿 却忘了脚踏实地的幸福 才更加真实可靠 太贪心会走火入魔 干预平庸也非上策 所以人一定要学会平衡 不断上进和知足常乐这两件事 才能积极又快乐呀 今天的解说到此结束了 我是小卡 喜欢吃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拜了个拜